我們可以看到奧斯汀呢 他現在這個相會發表演說 結果在美國的海軍軍艦 正在穿越台灣海峽 那美方這樣舉動很可能會激怒北京 同時呢在這個相會主辦單位 英國智庫同步發表報告標示 沒有證據表明中國有一個固定的 入侵台灣的時間表 呃其實那個報告也可以看得出來 英國包括他的這次舉辦相會的 這個主辦單位IISS 就是國際戰略這個智庫 國際戰略研究所 他們自己在也有發表一篇報告 提到說中國他其實會評估 美國跟日本和這個澳洲 這些所謂的美國以及他周遭的盟友 他們所採用的非軍事的一些 這個因應方式來決定他們的決策 那中國的這個軍艦啊 他其實一直在南海跟台海這邊 做一個大型的這個軍演 從5月26號到現在6月3號 最近這一個多禮拜以來 其實他們一直沒有 好像沒有停下來過 尤其是在新加坡舉行的這個 第二十屆的亞洲安全對話 又稱為香格里拉對談 正在如火如荼 舉行這幾天的會談的時候 他們的動作還在 那為什麼上個禮拜我們會再談到說 美軍的這個RC-135的軍機 被中共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這個殲-16的戰機 然後抵禁式的這個攔截 然後故意去把它干擾他的這個工作 就是因為當時據說中共的軍艦 正在舉行大規模的這個軍演 規模算是蠻大 因為國防部在526527同步的這個監控 發現到周遭台海周遭 有大概33艘的軍 這個33艘的這個軍機 還有10艘的這個軍艦 比平常中共老台 或者是這個例行的軍演 例行的巡邏 他們的這個次數 單日還多好幾倍以上 這種數量 所以看得出來 解放軍他的這個動作 也是針對美國而來 因為美國現在 因為他想要利用這次相會 美日澳飛 還有舉行四國的這個防掌對話 那防掌對話就會聚焦在這個 正在進行海洋擴張的中國 那美日澳飛想要做的就是 把日本的這個沖繩群島 跟這個台灣 還有菲律賓的各個離島 各個外島 把它連成一條第一島鏈 如何去圍堵擴張中國 透過海洋擴張的這個中國 這個就是兩邊在對撞 當我們看到全球的經貿 變成區域型的冷戰形態的時候 全球的軍事安全 跟這個戰略的態勢 也變成區域型的這個 冷戰的形式 尤其是後冷戰時代 美國跟中國採取這樣一個方式 真的是 的確是非常的這個不利 所以為什麼 國防這個 相關的國防部長代表 41個國家跑到新加坡去 讀讀 中國不願意跟美國談 除了有剛剛講的那一層的 這個深層的冷戰因素之外 就是美國對中國 中國對美國互相不信任 所以透過這些軍艦的這個 它的一些彼此的動作 可以做一個較勁 也是在跟對方秀肌肉 那中國海事局 甚至在這個5月31號 它這個聯合 聯合的這個巡航 對 在這個中國海事局 5月31號啟動聯合巡航 也派出多艘的艦艇 針對南海海域的巡航 那麼當中大家關注 最顯著就是規模最大 萬噸級的海事巡邏船 海巡09 我覺得這個要特別注意 因為海事級的這個巡邏船 它的這個海巡09 它是吃水量很深 它的排水量很深 可以到這個排水量很高 可以到這個1萬多噸 那這樣的一個大型的 海巡09巡邏船 它可以減低在這個南海 解放軍的海軍的大型的這個軍艦 它的一個軍事上的衝突的敏感性 那以往這個海巡09 它不太到南海去做這樣的一個巡邏 它頂多就是在東海 或是在其他的這個海域 當它出現在南海的時候呢 它就是要化解美國跟菲律賓 用軍事方式來因應 中國的這個各種動作的時候 它不是把菲律賓的國防部長 甚至把菲律賓的這個總統小馬克斯 都告訴他們說 我們又會加強你們的這個武裝啦 而且美飛之前捐並肩的 這個聯合軍演結束之後 他們又在這個飛國的旅宋島的北端 試射了這個飛彈跟這個多管火箭系統 還有包括海馬式火箭 那當中國用這個海巡09 這樣一個不是這種第一線的海軍 而是第二線的 等於是第二海軍的方式 去因應你的時候 用下勢對上勢 它除了想要降低 在南海的軍事衝突的緊張之外 它現在試探說美國你會怎麼做 因為現在美日澳飛或是美國 這個AUKUS跟這個澳洲和英國 他們所打的這些同盟 他就是針對中國用軍事方面的這個拳頭去備戰 而中國開始用這個海巡單位的艦艇 去做這樣一個因應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解放軍的海軍 全部都在他後面做支撐 那美國要怎麼動 而且這是最新的 是在上個月最後一天 才發現的這樣一個情形 而海巡09也跑去跟這個解放軍 他的南海海域做一個重疊性的巡弋 我相信包括海巡09在內 一定是跟這個解放軍的幾個艦艇 在一起做聯合軍演 還有剛剛我漏掉的上禮拜 他們的這個兩棲登陸艦071 071的這個兩棲登陸艦 也出現在我們台灣東部海域 從花東最近的地方離花蓮甚至很近 然後他從花東海域 要往這個日本宇納國島的這個海域去 071以往在這個麥卡錫跟裴洛西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麥卡錫跟蔡英文在美國見面 裴洛西來台灣本來071都沒出現過 因為那是一艘兩棲登陸 兩棲攻擊登陸艦 它的排水量是兩萬五千噸 它可以在船上可以載900名 中國大陸的海軍陸戰隊的 兩個營的兵力 那也可以載四艘726的這個七點登陸艇 那還可以載它的主戰坦克 還可以載它的其他的這個武裝 所以當071也出現在台灣東部海域的時候 當然解放軍那邊的軍事專家 傳回來的訊息是說 要讓台灣四面八方環海 都可以變成一種登陸的場域 但是很抱歉要告訴他們 東部很難成為登陸海域 但它那個就會有一個軍事的象徵性的意義 就告訴你說 海巡09我出現在南海 071我出現在 出現在西太平洋 台灣東部的海域 甚至往東邊往東海的方向走 解放軍的各型的軍艦 還有第二海軍就是海巡的這個艦艇 對於美國和其他的盟國就會形成一種違和 就是包圍的違 合作的合 或者是合圍之勢把它包圍起來 要突破第一島鏈 所以現在是藉由姜格里的安全對話 想要封鎖住著中國的另外一方的這個同盟成型的 那現在另外一方就是中國結合 雖然這次俄羅斯跟其他幾個國家都沒去 但是它結合幾個國家要去反制美國 所以兩大強國的對抗 在這一次的相會 我覺得完完全全展現得好明顯 那同時另外在另一方面可以看到 在阿聯酋的部分 現在也退出了美群 那麼這是在這個6月2號的一個報導 表示說阿聯酋在最近宣布 兩個月前就退出了由美國在海灣地區成立的 聯合海上力量 那麼這個聯合海上力量 事實上是有一直38個國家組成的特遣部隊 那在這邊在退出之後 也立刻加入大陸的海灣四國 組成聯合海軍 包含了有沙朗 沙烏地 阿拉伯跟阿曼 金明哥 現在中國它進入中東的力量 已經讓這個美國 退出中東之後的美國沒辦法擋了 所以沙烏地 阿拉伯跟這個 還有包括伊朗 然後跟這個阿曼 他們本來就有一個這個 四國的聯合海軍的一個行動 等於現在再加入第五個國家 阿聯酋 就是我們一般在講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左遠於你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以往跟這個沙烏地 阿拉伯是不太對盤的 那今天中國一方面可以化解 之前可以化解你看到 這個沙烏地 阿拉伯跟他周邊的這個國家的敵對 尤其是你看伊朗 伊朗可以跟沙烏地 阿拉伯同時在這個四國的 組成的聯合海軍做這樣一個聯合海上力量的 他的一個這個組織跟巡演 你就知道說美國因為他一昧地把所有的資源 都投向在以色列這裡 他沒有辦法把中東的複雜的局勢 真正的去調解開來 反而自私一分 而中國成功的調解這個中東地區的這個 這個全力增空 這個美國退出之後的全力增空狀態 化解了伊斯蘭世界的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跟這個卡達 阿聯酋 還有包括伊朗在內 這幾個不管是遜尼派也好 或者是這個其他的這個穆斯林教派 他們之間的 之間的衝突跟這個矛盾 那反而中國可以凝聚這些力量 我覺得中國現在在中東的崛起啊 不是只有南海他想要突破這個西太平洋第一島鏈 在中東的這個趁旭而入啊 會讓美國現在大概 你後悔想要介入再回到這個中東地區 然後甚至想要用軍事援助去 援助沙烏地阿拉伯跟其他的國家 恐怕也來不及了 因為他已經退出了這個 美國的群體裡面 從這個海灣成立了一個聯合海上力量了嘛 從這個波斯灣地區和母之海峽那邊 因為當時這個聯合海上力量 其實就是為了圍堵伊朗跟伊拉克而來 我相信中國開始跟這個阿曼 還有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大共和國跟伊朗 從這四個國家中國跟他們合作之後 慢慢的也會把這些沙林卡達 這些其阿曼這些國家 中東地區那幾個國家慢慢都會拉進來 當他還有包括科威特 甚至伊拉克 當他這幾個國家慢慢把它撞大的時候 就是美國你再回去要抵制中國的時候 恐怕不容易了 這個就是美國他自己 不過美國大概最近這段時間他也無所謂了 因為他的重心已經從這個西轉向東 那就是抑制中國 然後西就是由烏克蘭去牽制俄羅斯 然後其他的重心那邊 他中東有點 等於是中東有點放掉一些了 是